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善财童子是我们中国佛教 那乃至是佛教很流行的 那么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位年轻人 在他的名字里面称作童子 所以一般我们有画像都把它画成一位小孩子 那圆圆胖胖的 非常的可爱 那尤其我们在中国佛教 在观世音菩萨旁边就有两位童子 一位是善财童子 一位是龙女 那一般我们坊间有时候又称为金童玉女 那实际上在佛教里面是善财童子跟龙女 那这两位都是以小孩子的身份 而正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么在《法八经》里面 那么就是龙女 那她是以八岁的女孩子 那么就正到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 她可以及时转换 就是由女生而转成男生 那她就是在佛说法法经的时候 作为一个代表我们这个世界 就是能够很快速地正到佛的境界 那这个部分都是因为她是术士的这种善根 那善财童子是在《华严经》里面 那《华严经》在最后的一品 叫做《陆法戒品》 那全部都是由善财童子 她由文殊菩萨的指导 那么因为善财童子发菩提心 想要学这个菩萨行 然后要能够正菩萨道 那所以文殊菩萨就指导她去参 就是这个第一位的德云菩萨 然后就每一位菩萨又在指导她 再去参另外一位菩萨 那总共就五十三 那在我们中国佛教 这个善财童子的五十三餐的故事 可以说是大家都好像非常的熟悉 可是实际的内容 也许就不是那么了解 那么在我们中国佛教 尤其我们这个出家人穿的这个长衫 我们这边有一块就是车了一些的这种 这个针的那种针线 那这一块实际上一般就是代表五十三餐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国佛教的禅宗 就是特别的强调 我们要修学佛法 要广为参学 就是要向善知识学习 那么尤其是过来人 那么有修正的 那么可以作为我们学佛的这种指导的 那我们都应该广为修学这样子 那我们要介绍善财童子 那我们当然一方面是大家比较熟悉 可是在华严经里面 最后以善财童子的五十三餐 就是入法戒品的内容 那在华严经可以说是我们佛经里面 大乘的经典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那么它就是最后的这个汉译本 就是有八十卷 那我们知道这个佛经在中国翻译的经典里面 我们都会称说几卷几卷 那那个是表示它的这种经文的内容有多少 通常我们说一卷 那就是比较短的 因为以前的这个佛经 就是用这个 一般我们说这个书法要用的这个宣纸 那每一个朝代都是有固定的这种尺寸 那所以说写完一张宣纸 卷起来就叫一卷 所以这个一卷 我们就大略可以知道说 它就是一张纸能够抄得下 它就是说一张纸有几行 然后一行里面要几个字 都有这个固定的 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朝代 都有这样的固定的 那八十卷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的内容 像我们上一次有介绍《波洛经》 然后以这个长提菩萨为例子 就是当作摩霍波洛波洛蜜经里面 要求波洛型的一个菩萨型的典范 那这部《波洛经》 如果说是全部的经典来说的话 就有一百卷 那已经是相当大的布头 那《华严经》有八十部 那也是不少 那在《华严经》的八十卷里面 散财同志五十三餐的这个部分 就占了有四分之一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部分 是在《华严经》里面 是最后的部分 那又分量也这么丰富 所以显然它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在我们大乘的经典里面 在中国佛教如果依天台宗来说 就是以法华经为天台宗的宗古 那可是在天台宗也是把华严经 就是列为顿教 就是顿 就是讲佛的境界的 所以我们说不读华严 不知佛的庄严 不知佛的富贵 那因为《华严经》呢 就是讲的是法界的 这种重重无尽的这样的一个 庄严的一个世界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要我们修学者 就是能够发菩提心 然后来行菩萨道 那主要的这边的部分 我想我们把这个《华严经》的部分 就是稍微这样子介绍而已 那因为在我们中国佛教的 《华严经》的翻译 基本上就是有三个版本 那一个版本是四十卷 就是分量比较少 那四十卷里面 也是以三才童子 那么入法界品为主 然后又有六十卷 还有一个八十卷 那我们现在用的 就是八十卷的内容 那在八十卷的《华严经》呢 就是唐代的十叉南陀 他是榆田人 榆田是在印度到中国的这个路线 我们以前说是思路 或者是经过中亚细亚这一带 那么是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古代的一个商业必经的地方 那么榆田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那么我们中国有很多的经典 也都是从余田那边传过来的 那很多的这个《华严经》的法师呢 也都是从余田国来的 所以这一部呢 就是十叉南陀 他是余田人海 那十叉南陀呢 他翻译的经典 还有我们广为读诵流传的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十叉南陀法师所翻译的 那在这个《善财童子》五十参参 我们了解到他的背景呢 就是在《华严经》这样的一个 层层无尽的这种法界的这种 这种庄严的这种内容里面 那么最后呢就是以这个文殊菩萨教导善财童子 那么他去参每一位菩萨 然后最后呢 就是他能够进入普贤菩萨的这种恨愿 大愿 那因为要有普贤菩萨的这种行愿 才能够真正入法界 这样就是这个是华严的这种庄严 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华严经》呢 那么从善财童子的五十参参入法界品之后呢 那么就有这个普贤菩萨的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普贤菩萨行愿品 是这样在最后面 那在五十三参里面 那么从树木我们就知道 善财童子他就参了五十三位 那在这个五十三位里面呢 就有的呢就是比丘 那有的呢就是菩萨 那尤其里面呢就是有文殊菩萨 还有弥勒菩萨 最后的普贤菩萨 那实际上呢这个里面还有很多 优菩萨 优菩萨啊 天神啊 那也有的是这个船夫 或者是王后 那这些呢 虽然他们是好像在家的居士的身份 可是他们都挣到这个相当高的境界 那我们就是开始来介绍 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呢 把他的这个背景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就这个经文里面 就是开始谈到善财童子的时候呢 就是在大方广佛华元经的第六十二卷 入法界品第十三的第三 那是华元经的第三十九品里面 的第三份里面 那么当时呢就是因为佛呢 他跟这个在座的诸大菩萨 那么当时呢就有差不多五百位的大菩萨 那么说法 那么以这个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为上手 所以我们一般呢 就是在佛教的佛菩萨的画像里面 我们都把释迦牟尼佛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呢 三位就称作华元三圣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在这个入法界品的时候呢 那主要的也就是因为 在佛说法的时候 那么以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为上手的 这么多的菩萨里面 那么文殊菩萨呢 他听完了佛说法 然后他就自己呢就是往南方而走 在华元经里面的入法界品 尤其就是善才童子五十三三的时候呢 一直都提到往南方走 这个部分呢就蛮奇妙的 因为在莫莫菩萨菩萨里面的 常提菩萨啊 他是往东走 那在这个善才童子呢 他都是往南走 那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 文殊菩萨呢 他也是啊 就是说他因为是在 释迦牟尼佛说法里面的上手的菩萨啦 所以呢 他也站在辅导佛说法教化的 这样的一个辅助的地位呢 他本来就是啊 也劝这个诸位比丘呢 就是应该要发菩提心 那在大乘里面呢 就是发阿尼套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主要就是我们要学佛呢 就是要真正去了解佛的最高 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就是阿尼套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啦 所以说我们学佛就是要发这样的心的时候呢 那就是把这种究竟的目标呢 当作我们学习的对象 那佛呢 在做跟大众说法以后呢 文殊佛他就劝这个在座的朱比丘啊 出家众呢 就是也要发阿尼套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他这样子劝导之后呢 他就往南方到了一个城啊 叫做福城 就是有福气的城这个名称啊 叫福城 到了这个福城的东边啊 那么他呢 就在这个福城里面啊 就有一个庄严床 沙罗林 在这个里面呢 他这个是因为这个过去的诸佛呢 他就曾经也在这个地方呢 教化这个大众 所以呢 也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啦 那也是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过去的时候修菩萨行 他过去是修菩萨行的时候呢 他有无量的舍身 舍身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称作普文无量佛刹 所以这个 这个灵啊 他本来叫庄严床沙罗林 那因为有诸佛呢 过去诸佛在这里教导过 那释迦牟尼佛过去是也在这里舍身 修菩萨行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又称作无量的佛刹 那么 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地方啊 所以经常啊就有天龙夜叉前他婆 阿修罗加罗罗锦纳罗 摩托罗茄人非人等 就是天龙八部啊 所供养 那这个地方呢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要谈的善才童子啊 这位主角的 所住的地方 所以紧接着呢 在经文里面就介绍说 文殊菩萨他才到了这个浮城的东边而已啊 那么浮城的人啊 这个城里面的人呢 他们听闻的文殊菩萨啊 他在这个庄严床沙罗林中 这个大塔庙处 就是这个佛啊 他过去的佛呢 教导的这个地方啊 那结果呢 就有很多的人啊 就聚集到这个地方 就到这个浮城啊 他们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幽婆舍 那也有很多的幽婆仪 就是在家的男众跟女众 那还有呢 就是有童子跟童女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表示说这个城里面啊 大部分都是在家人 那在家的这些 学佛的居士啊 那表示这个城里面呢 可以说是 都是学佛的很多啦 所以幽婆舍 幽婆仪 童子 童女这样子 他们几乎呢 各五百个人呢 就差不多两千多个人啊 两千个人以上呢 他们就聚集到这个城里呢 来顶礼文殊菩萨 然后又绕山楂呢 退座一面 他们呢 就是希望呢 就是来听闻文殊菩萨说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表示说 文殊菩萨 他到了浮城附近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说 文殊菩萨要来这个城里呢 那当然是要向这个城里面的人呢 来说法这样子 所以文殊菩萨呢 他知道了这个 这个浮城的人呢 就大部分都聚集 来到他的地方了 所以呢 文殊菩萨呢 他就随心乐陷自在身 就是他有这种变化啦 就是他有这种变化啦 那么他是微光 赫益必诸大众 就是以自在大直令比清凉 就是让在座的这些大众啊 就是看到 看到这文殊菩萨的这种自在神通 放大光明 然后呢 也让他们都能够啊 得到清凉 那这个清凉应该不只是身体 而是身心清凉 就是觉得心里呢 都非常的轻松愉快 然后呢 他就以自在大悲起说法心 那跟大众的这一些 聚集的这些城里面的 朱佑伯社佑伯仪啊 同子 同男同女呢 就跟他们说法 那说法呢 主要的就是以自在自会呢 知其心乐 就是让听众呢 都能够心得快乐 就是能够去除朱种的烦恼 而得安乐 这样 所以呢 以广大变才将会说法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还没有真正的说法 就是以这样子的这种自在神呢 就是让在众的大众呢 就已经得到快乐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经文里面 一开始要来介绍善才童子 那这个地方呢 是文殊菩萨 他就观察善才以何因缘而有起名 就是说 文殊菩萨呢 他就要观察一下 为什么善才童子呢 他以善才为名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善才童子 为什么叫做善才 他的名字的来由 那这个地方呢 像都是以善才童子 好像就是觉得说 这个人很有钱啊 他很愿意布施啊 我们说啊 这善才来了 善才来了 我们就想说啊 这个好像来善才一样 其实他的善呢 是因为他出生的 之前他入胎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啊 一开始怀他的时候呢 他们父母亲的家里啊 就自然而献出一座的七宝的楼阁 就是七宝塔啦 那七宝塔呢 这个七宝塔 每一层呢 都有这个符帐 就有七宝的符帐 与其 就是 从怎么样呢 这个七宝的楼阁呢 就是从地 就是自开裂开 而涌出来的 所以这个七宝的楼阁下 有七符帐 就是说 这个七宝的楼阁 等于是一个楼层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楼层的下面呢 就有七种的符帐 那这个符帐呢 就是从地而自然 裂开涌出来 就生出这个七宝的芽 就是等于是说 从地里面呢 就开始长出来 长什么呢 金银 琉璃 玻璃 珍珠 车取 玛瑙 这七宝 就从地自然就这样子长出来 那在这个七宝楼阁之下 这是他一入胎的时候 他们家里就有这些宝藏出来 那他怀胎 他母亲怀胎他十个月 那么就生出来以后 他的形体之分端正具足 就是他的身体呢 就是长得非常的 就是端正 就等于是说 头啦 手啦 身躯啦 脚啦 整个的枝干呢 都非常的 就是端正具足 就是圆满相 那其七大帐 中广高下各满七轴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七宝的楼阁的下面的七大宝藏 结果呢 就已经长到 好像有这个各满七轴 好像我们一个手臂这样子 七个手臂这样子高啦 从地涌出光明照耀 这些七宝又放出这个光彩 然后呢 另外的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呢 就是等于是说他一入胎 这些七宝就开始裂开来了 然后等到他十个月诞生出来的时候 这些七宝就长到很高了 有七个手肘一样的高 这些等于是一直一直累积起来 一直这个成长 这些七宝都壮大 然后呢 就是新的 就是他诞生了以后呢 除了这个七宝以外 他们家里 就是他父母家里呢 自然就有五百的这个宝器 这个宝器就是可以装东西的 那这个装东西的呢 这个器皿呢 又是很尊贵的 就是种种的租物 租物自然隐满 就是充满了各种的这些珠宝啦 那怎么样呢 那就是举例 举例说像金刚器 金刚器 金刚器呢 也就是等于说 这个宝器啊 就是好像是这个钻石一样的 因为在我们经典称作金刚啊 它的意思就是钻石的意思 鑽鸠啊 金刚就是因为金刚是 是能够这个破 能破能断 就是说因为 我们一般了解这个钻石是 密度很高啊 所以硬度 很高很硬 所以它可以割玻璃啊 还可以割很硬的东西 所以称作金刚 金刚器中成一切香 所以用钻石一样的这种器皿呢 来承载一切的香 那这些香一定是特别的 这些沾檀香啦 还有呢 于香气中成种种的衣 那有的器皿呢 它是装种种的衣服 然后呢 有美玉器中 就是这个玉的器里面的 盛满种种的上位饮食 这是装种种的饮食 然后模拟器中 模拟呢 我们也就是说是 像这个透明珠一样 模拟 模拟就是宝珠的意思 所以它也是透明的 那可能是水晶吧 可能有点是像水晶的这个材质吧 那这个模拟器中呢 就盛满了种种的书役珍宝 有各种的珍宝 像是宝石啦 这一些 我们世间比较少看到的 这些珍珠之类的 然后呢 金器成银 用金子做的这个器名呢 就成银 然后银器呢 就成金 那金银器中称满 琉璃及模拟宝 琉璃 玻璃器中称满 车渠 那车渠也是一种漆宝 那就等于就是说 这些器名呢 它们互相呢 就是存在其他的各种的这一些 这个珍宝啦 然后车渠器中 车渠应该是那种水里的一种白色的 一种结晶体 那车渠器中呢 又盛满玻璃 那玛瑙器中呢 又盛满珍珠 珍珠器中呢 又盛满玛瑙 火磨泥器中称满水磨泥 火磨泥呢 大概是 这边是一种 是磨泥的一种 类别 它是有像火一样的光芒 那称满水磨泥 那可能 这个是一些水晶的一种色泽吧 那么水磨泥器中又盛满 火磨泥 那么这表示就是说 各种不同的器皿呢 它就载着不同的这些珍宝 那么这个都是 善才同志 他生出来的时候 他们家里的这一些 五百种的宝器 各乘着这样子的这一些的珍宝 那自然出现 自然出现 又与众宝集租财物 又从天空中 就下了这一些 各种的这些珍宝 还有很多的财物 这些财物呢 就可能就是 就是当时的地方所使用的 钱财 那因为珍宝呢 珠宝啊 这一些是自然的 那财物呢 可能就是 我们所使用的这一些 铜币啦 钱币啦 这一些啦 那一切库障呢 稀令充满 就是他们家里的仓库啊 都充满了这些珠宝啦 这些钱财这样子 所以呢 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啊 他的父母亲 还有他们家的这一些亲戚啊 还有善相师 善相师就是因为 印度就有习惯啊 小孩子一生出来 就要请这个 相命的来占卜一下 就像释迦摩尼佛他 一出生的时候 他父亲也请了一位相师啊 来帮他占卜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 释迦摩尼佛 他依着就是 他会出家去修行成佛 正果 那或者呢 他就是会成为这个转门王 那善相师呢 看到这个善才童子 他们呢 有看到善才童子 入胎跟出生啊 都有这一些的这种异象 那么种种的珠宝啊 所以呢 就称他为善才 所以这个善呢 就是等于是说好的意思啦 就是好的财 那实际上他也有意思是美好跟丰富 非常多样的这种财富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善才童子 他一定去过去世呢 他是非常的有福报 所以他一生就是能够有这么多的这种珍珠 财富啊 跟着他来 就是等于是他一生出来就有这么多的财富 就可以让他享用了 是跟着他来的 所以难怪称作他是善才 那另外呢 就是善才童子啊 他不只是这个世间财啊 他不只这一些有形的珍珠 财富 不只是这样子啊 他还是怎么样呢 就是文殊菩萨就是观察他的这个 他的术士啊 他为什么称作善才呢 除了他入胎跟诞生有这样的殊胜的这么多的财宝以外 他又怎么样呢 他过去世已经曾经供养过去诸佛 所以这个部分啊 更大的福报啊 更大的这个修行的功德 所以他呢 过去世累世呢 都是在供养过去诸佛 深重善根 信节广大 常乐清净诸善之士 所以这个是表示呢 他呢 一直都是精进努力在修学佛法 供养诸佛 所以这么大的福报啊 然后呢 他自己本身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身口异业皆无过失 就是他的行为 还有呢 他所说的话 还有他心里想的呢 都没有过失呢 他是清净菩萨道 所以呢 他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说是真正的一个修菩萨道的人 神口异都没有过失呢 就等于说没有 没有伤害 也不只是他的行为没有伤害 他说的话呢 没有伤害 没有恶口 那 异呢也没有这种 这个妄念 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清净 是真正这样子随时都保持正念 所以不简单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里就已经知道 善才童子呢 他不是一般的小孩子而已 我们看到他是 这个形象都是欢欢喜喜的 他的内在呢 是非常的精净 而且相当有修行的 其实上他好像一生出来就是一位小菩萨了 所以他不只是 这个世间的物质的这一些财富 而且呢 他有这一些的法财 因为他供养诸佛 而且呢生殖善根 还有呢 他信解广大 这信解当然就是对佛法的这种信心 这是绝对的信心 而且呢他了解诸法的生意 而且跟随这么多的善知识学习 那他自己本身又很有修行 而且他求一切智成佛法器 就是说他呢 过去世呢就已经是立下这种愿 要求一切智 求一切智当然就是说 我们如果以这个智慧来说 这一切智呢基本上就是剥落的智慧 剥落智呢至少要有空性要解空 然后从空里面而不空 是这样 所以说他能够具足这样的一个剥落的空会的时候呢 他就有能够成佛的法器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成就圆满的这个佛的这样的一个修行 所以说称他为法器 成佛法器这表示说他还没有成佛 可是呢他是一个真正可以成佛的这个法器 就是当做他的身心都可以能够来承载佛法 能够来修学佛法 所以称作法器 所以我们现在佛堂的这些 这个庆啦 沐鱼啦 那这些都叫做法器 我们叫做佛堂里面打法器 可是呢我们学佛的时候 我们要想想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法器 就是我是不是能够成就佛道 我是不是能够承载佛法 听得懂还能够去行 还是真正的法器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边呢是文殊菩萨观察善财童子的 过去的术士的这种善根因缘 他为什么称作善财 所以我们知道 他不只是世间的物质的财 而且呢有相当深厚的法财 而且是为法器 成佛的法器 那后面呢又就是强调说 其心清静犹如虚空 因为前面说他称口意三页都没有过失 那后面呢又强调说 他的心呢清静就好像是虚空一样 这表示完全没有执着放着任何的东西 我们如果观察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恐怕放好多东西 所以有没有可以对照一下 如果我们的心是像虚空的话是怎样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东西 而是说有东西也没有障碍 像虚空虚空里面也有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也知道这虚空里面有很多的 至少有灰尘 还有氧气 各种的这种气体 我们看不到而已 那还有这个湿度的湿气 水气也是有 那有时候下雨啊 有时候下冰泡啊 有时候下雪啊 种种的东西呢都是在虚空里面 那这个地方呢强调说他的心是清静的 就好像虚空一样可以容纳一切 是这样吗 就是能够心如太虚一样 可以包容万物 所以这个地方是表示他心里没有执着 没有挂爱 那可以回向菩提无所障碍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心里是如虚空了 可是呢他的心呢是念念都是在菩萨行 所以可以回向成就菩提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菩提心 就等于是我们前面说的 发阿尿多罗三秒参菩提心一样 他就是说他的心是如虚空啊 有这一些的功德 他行诸功德而心清静如虚空 那把这些的功德都回向能够成就无上菩提 而没有这个障碍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文殊菩萨呢 观察善才童子的这个善根因缘 非常的殊胜 所以我们就了解善才童子啊 我们看他的脸啊 就这样圆圆的啊 那非常的可爱啊 就是双手的合掌啊 那看着观世音菩萨啊 那他呢不是一般的小孩子啊 他是已经累结这样子情修佛法啊 他的身心啊 跟口呢三叶都没有这种啊 没有这个不好的这些意念啊 行为啦 恶口啦 那又能够成佛的法器啊 这一些种种的殊胜功德啊 所以呢 这个经文里面呢 就由文殊菩萨观察善才童子 那么观察了以后 了解善才童子的这个 他的善根因缘 所以文殊菩萨呢 他就接着呢就安慰 开导善才童子 这个就表示说文殊菩萨呢 他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 这种素式因缘 所以也等于是我们说 他心通素式通 那这个部分呢 又可以了解呢 菩萨他要说法的时候呢 要先了解众生性 所以有一句话说 能知众生性啊 善入如来教 那就等于是说 要有这样子的能力呢 我们才知道说 菩萨说的法呢 众生都能够接受 一一众生的不同的根性呢 那菩萨呢 都能够一一为 不同的众生的根器而说 适应他能够接受的法 是这样 所以文殊菩萨观察上才童子 主要的就是要了解他的上根因缘 然后呢 能够为他演说适当的法 是这样 所以接着就是说 文殊菩萨呢 为他演说一切佛法 那他说的佛法内容呢 就是说一切佛积极法 说一切佛相续法 说一切佛赐利法 说一切佛 众慧的清净法 说一切佛法 法轮 说一切佛法轮化导法 说一切佛设身向好法 说一切佛法身的成就法 还有说一切佛延迟变才法 这个是语言的这一些的 这个变才无碍的 那说一切佛光明照耀法 说一切佛平等无恶法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文殊菩萨呢 他针对善才童子啊 他已经有这么多的 累世的善根的这种因缘了 所以他已经非常的精进在学佛了 所以他就为他说一切佛法 所以一切佛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 一切佛他们所证悟到的不同的法 所以说一切佛法是一切佛他们各种的法 是这样 所以下面我们刚刚说的一切佛的积极法 相续法 次第法 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从文字上面 就这样子来了解了 因为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没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先做这样子的一个 简单的介绍就好 所以文殊菩萨他为善才童子 那当然他为善才童子说法的时候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一些 另外的将近两千的人 他们也在旁边 所以他们也都是听到善才童子说的这一些 一切佛法 所以也等于是说 除了善才童子得到 听闻这样的法的利益以外 其他的大众也得到这样子的利益 而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然后呢 文殊菩萨又令就是这个大众也能够意念过去的善根 做事事已急于其处 父为众生随以说法然后而去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就表示文殊菩萨呢 他为善根这个善根深厚的善才童子说这些一切的佛法以外呢 实际上也就是等于是说以他为中心 可是呢也对大众这样子说这样的一切佛法 然后主要的就是要令大众呢 来发起这个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文殊菩萨呢 他说了这样的法以后呢他就离开了 他离开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要介绍善才童子五十三菩的一个序言 就是前面的部分 就是文殊菩萨他观察善才童子的素式的善根 然后说法 那我们先把这个前面的这个 这个前沿的部分呢 跟大家做这样的介绍 那下面呢就是善才童子呢 还有跟文殊菩萨呢 就是有做一个这个回应 那我们就下一个单元再介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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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跨博帐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殊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千亿兆被 法华功德妙南司 十方诸佛所称在 若读若诵若解说 能入涅槃解脱道 慈悲智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特举办 恭送妙法联华经 恭请广护法施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慕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10月共修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领众 日期10月22日 10月29日 时间下午2点 恭送不动如来经文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点灯唱颂点灯祈愿文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慕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全程直播 欢迎线上共慕佛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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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值得吗 当然值得了 我将他们买来放生 只不过是捐了一点点钱 却可以换回他们宝贵的生命 这难道没有价值吗 老潘啊 您可真是扑色心肠啊 哪里 这是应该的 潘老板身边总会跟着一只 养了十多年的老狗 这只狗对潘老板忠心耿耿 这些年来 他曾多次奋不顾身地救过潘老板 因此 他全身上下伤痕累累 这只狗的忠心 让潘老板非常感动 因此 潘老板想让他在家 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 可是这只狗 却依旧天天跟着他寸步不离 师父 这只狗跟随我多年 他救过我好几次 现在他老了 我想让他在家安享晚年 可是他却一直跟着我 似乎还想随时保护我 我实在于心不忍啊 师父注视着潘老板身边的那只老狗 透过神通 他看到了潘老板和这只狗的姻缘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师父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你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好的 那我慢慢解说给你听 你前世是位山林里的寻山员 而这只狗则是偷伐木的人 嗯 该死 又有人跑到这里来偷砍树木了 该死的山老鼠 总有一天我会抓到你的 嘿嘿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山老鼠经常在寻山员 晚霞的山林里偷砍树木 而寻山员却一直没能将它捉住 有一天 山老鼠正在偷砍树木时 遇到了一头鸡肠鹿鹿的老虎 不好 又有人在偷砍树木 哼 今天我非抓到你不可 嗯 糟了 有老虎 天呐 是老虎 那只饥饿的老虎 迅速的扑向山老鼠 吓得它拔腿就跑 哎呀 寻山员此时已爬上了一棵大树 他见山老鼠被老虎追赶 便伸手去救它 快 快爬到树上了 啊 是寻山员 还犹豫什么 快上来 寻山员 将山老鼠拉到了树上 但是那只老虎似乎吃定它们了 他耐心的躺在树下等着 该死 这只老虎好像吃定我们了 他竟然守在树下不走了 是啊 这样我们根本就下不去 不过刚才多亏了你 没什么 就你是应该的 不过你偷看树木这件事 我可不会放过你的 眼看天就要黑了 天黑以后情况对我们更不利 我看我们轮流守夜吧 你睡时我可以保护你 我睡时你可以保护我 如此互相照应 我们就都能休息 嗯 这个主意不错 就这样吧 到了晚上 两人协定山老鼠先睡 而寻山员则在一旁保护他 你先睡吧 我来守夜 他该不会趁我睡着后 将我从树上推下去 被老虎吃饱后就会离开 那样他就得救了 寻山员似乎察觉到了山老鼠的想法 于是他十分坚定的对山老鼠说 你放心睡吧 我发誓会保护你的 就算我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也会保护你的 寻山员一直守护着山老鼠 过了一段时间 山老鼠醒了 换他守夜保护寻山员了 你醒了 那换我休息了 你要保护我哦 嗯 你放心睡吧 山老鼠看着树下凶猛的老虎 又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寻山员 一个邪恶的念头出现在他脑海里 他说过我偷看伐木的事 他不会放过我的 我看不如把他从树上推下去 老虎吃饱后就会离开 那么我就得救了 嗯 山老鼠想到这里 便将熟睡的寻山员 从树上推了下去 老虎看见后 立刻朝跌落的寻山员 扑了过去 悲痛啊 人的恶念真是可怕 没想到你竟是个恩将仇报的人 山老鼠见老虎将寻山员拖走后 便从树上下来离开了 然而 他的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寻山员临死前的那句话 一直不停的在他耳边响起 强烈的懊悔与不安 充满了山老鼠的内心 后来他就发疯了 到处跑来跑去 嘴里一直念着寻山员临死前的那句话 悲痛啊 人的恶念真是可怕 嘿嘿嘿 没想到我竟是个恩将仇报的人 你前世行善救人 反遭恶人伤害 所以今生得了福报 他前世忘恩负义 所以今生得此果报 原来是这样啊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就读一切生命 是终生你哭的难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